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白山机场扩建工程落成 坐着高铁游吉林主题营销活动启动仪式 在长白山站举行 省委书记景俊海出席活动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致辞 活动现场播放坐着高铁游吉林主题营销活动专题片 长春站长白山站站长报告首发列车准备就绪 景俊海宣布 沈家高铁长白山至敦化段开通 坐着高铁游吉林主题营销活动正式启动 长春站长白山站首发列车发车 伴随着汽笛一声长鸣 长春站长白山站两组列车 缓缓驶出车站开启首次旅程 景俊海视频连线长白山机场 祝贺扩建工程竣工 鼓励各参见单位加快后续验收调试工作 推动机场尽早投入使用 韩骏在致辞时说 回望即将过去的一年 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履行 新担当 新突破 新作为 重大职责使命 攻坚克难 奋力前行 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巩固了吉林振兴发展良好形势 白敦高铁建成通车 对吉林振兴意义重大 白敦高铁打通了长白山连接长春市 进入大东北直奔京津记的大通道 长白山迎来了高铁时代 成最美高铁 赏大美长白成为现实 作为吉林一主多府机场格局的重要节点 长白山机场扩建工程正式落成 要加快行业验收 尽早投入使用 招引更多航空公司参与运营 做着高铁游吉林活动 要聚焦东西旅游双线 推出更多精品线路 特色产品 大力开拓本地客源 服务好四方宾客 有关方面 要抢抓长白山高铁时代机遇 提升沿线基础设施配套能力 提升沿线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加快人流 物流 资金流 信息流聚集 把吉林避暑游 冰雪游 两张名片擦亮叫响 实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 相得益彰 助力旅游产业迈上万亿级台阶 推动吉林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 国家铁路集团总调度长宋修德致辞 感谢吉林省各级党委政府 对工程建设提供的大力支持 表示国家铁路集团将一如既往 支持吉林高铁建设发展 为吉林建设高质量交通强省 贡献更大力量 随后 景俊海 韩俊一起实地查看 长白山站后车大厅 各类设施建设情况 景俊海强调 白东高铁顺利开通 是我们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 为长白山文旅产业和各项事业发展 带来了重大机遇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和省值有关部门 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紧密结合资源优势和良好条件 进一步完善旅游发展规划和配套设施 推动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要充分发挥白敦高铁作用 协调加密至北京沈阳等地班次 深入研究游客多样化需求 推出有针对性的旅游产品 持续提升长白山四季旅游吸引力 在长白山文化旅游休闲街区 景俊海韩郡详细了解当地旅游经济发展情况 要求聚焦吃住行游购鱼全要素 着力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不断创新拓展业态模式 提高服务质量水平 让长白山品牌更亮 让游客体验更好 活动全程网络直播 观看人次约143万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吴敬平主持活动 省领导胡家福 阿东 省政府秘书长安贵武参加活动 今天 瀋家高铁白敦段的开通运营 让长白山风景区 接触了全国高铁网 这段因穿越原始森林 而被誉为最美的森林高铁 不仅让长白山秀美风光 惊艳世界 而且对完善东北路网 织密民生幸福网络 促进经济发展 激发旅游市场 都将带来积极的影响 随着瀋家高铁白敦段的开通 时空距离明显压缩 这给群众带来的便利不言而喻 我长孙出发到长白山 两个半时就到了 以前回家得五到六小时吧 因为这趟车开了 我们的心也进了 家也进了 七小时二十八分 五小时四十六分 这分别是乘坐高铁 从长白山到北京 和到大连的时长 随着高铁呼啸而至 长白山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将借助于更加便捷的交通优势 再次提速 缩短了我们长白山人民 和北京首都之间的旅行空间 让我们两地之间 东奥在北京 体验在吉林内容的一个丰富 高铁开通是期盼已久 对于我们旅行社来说 是带来了一个 无限大的一种商机 作为沈阳至加木斯 高速铁路的一部分 沈家高铁白墩段的桥接 作用显著意义重大 不仅是吉林省 两横五纵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长吉图开发开放 先岛区的重要铁路运输通道之一 更将成为带动区域合作发展的新引擎 形成了哈尔滨 长春 沈阳以及关内地区 前往长白山旅游的快速客运通道 促进沿线旅游业 和冰雪经济的快速发展 为长吉图开发开放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提供了充足的运力保证 助力吉林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今天 和谐号列车穿梭于临海雪园 改写了我省长白山腹地 无高铁的历史 这条全长99公里的连接线 让进出山的时间 成倍缩短 彻底破解了 束缚长白山 屡长油短的难题 而长春至长白山 两小时18分的运行时长 不仅辩解了交通出行 更是压缩了时空距离 一个融入省会长春 两小时经济圈的 崭新的长白山 必将迎来新的 更大的发展契机 最美森林高铁 正在为沿线 全域旅游资源开发 驻驻新动力 助力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12月23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骏 在长春会见了 福建盼盼食品集团董事长 蔡金安等清华大学 五道口金融学院 EMBA企业家代表团一行 韩骏对蔡金安一行表示欢迎 他说吉林市国家老工业基地 重要商品粮基地 和清洁能源生产基地 十四五期间 全省上下将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实施一组六双 高质量发展战略 实施产业振兴万千百工程 全力打造汽车 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 旅游业三个万亿级产业 加快发展医药健康 新能源新材料 光电信息等重点产业 打造多点支撑 多业并举 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希望各位企业家 一如既往关心吉林振兴发展 加快战略布局 加大投资力度 落地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带动更多企业家 到吉林投资新业 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提供全程优质服务 助力企业在吉林做大做强 蔡金安等企业家代表纷纷表示 吉林振兴发展前景广阔 将发挥自身优势 围绕文化旅游 现代农业等领域 开展务实合作 不断加大 在即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 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做出更大贡献 李伟 王子莲 安贵武等参加会见 今天省委召开全省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情况通报会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 省监委主任张忠 向省级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 通报今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情况 他指出 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 深化落实1133工作思路 认真履行 协助职责和监督责任 发挥监督保障执行 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协助省委坚定稳妥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取得较好工作成效 张忠充分肯定了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 在深入推进全省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中 发挥的民主监督作用 并对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负责同志 和五党派人士提出希望 省委常委 统战部长李月 希望省级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 充分认识民主监督的重要意义 提高履行民主监督职责质量 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优势 不断强化自我监督 不断提高履职尽责能力和水平 提高民主监督滞效 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做出更大贡献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明确了明年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其中提出要下大气地 以高水平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今天我们来看相关内容的解读 围绕下大气地 以高水平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了具体部署 其中包括要聚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完善创新型省份建设一加N工作部署方案 突出半导体芯片 科学仪器 新材料 汽车零部件 人工智能等关键核心技术 尽快突破一批卡脖子问题 聚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强调要整合省内大校 大院 大所 大企资源 把科技成果推向市场和企业 建立区域性创新联盟 促进高度渗透 嫁接转化 正式实施十四五高端人才实际收入倍增计划 切实增加人才政策含金量 聚焦强化人才治理支撑 强调要研究制定人才政策3.0版 加大支撑评审放权力度 持续开展 引财聚财活动 做好人才加法 吸引人才增量 形成引财 育财 流财 用财的浓厚氛围 谋化 碳纤维 还有肉牛 两个重大专项 另外我们还设立了一期的重大科技专项 调动全社会的力量 进行一期重大项目的公关 明年 吉林省还将制定出台 科技创新生态优化工程实施方案 总结推广 负面清单 加诚信 加绩效试点经验 让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 从繁琐不必要的体制机制束缚中解放出来 使其有更多的时间 潜心从事科研活动 全面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 我省教育系统组建多层次宣讲队伍 推动全会精神 进校园 进教材 进课堂 在长春大学宣讲活动现场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员教授陈松永 向师生们分享了 自己学习全会精神的心得体会 给我们的老师 给我们的同学们 就是提一点建议 就是在我们的一个 我们学习六中全会精神 在把握他这个决议的这个 本质的一些东西 实际的东西基础上 要转化为 他们自身的 改造自身的主观世界 和客观世界的一个自觉 为增强宣讲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吉林省教育厅以全会精神 党中央审定的宣讲提纲 和省委宣讲团宣讲提纲为依据 结合教育工作实际 分别撰写了 面向高校和中小学的宣讲提纲 聘请吉林省教育厅党组成员 吉林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等专家学者 组成全省教育系统宣讲团 同时各市州教育工委 乃至各高校也纷纷成立宣讲队伍 采取报告会 专题党课 交流互动等方式 面向省内高校和中小学 开展宣讲 有领导班之成员 还包括我们 马和主义学院的教师 实证科教师 辅导员 为学生做宣讲 使得六中全会精神 能够深入到我们学生 和老师的心中 宣讲进校园 让光大学子 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通过宣讲学习 使我的意识得到了提升 我应该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 才能无愧今后的使命担当 现在实在的接力棒 交到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手上 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专业知识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不限奋斗 全省教育系统 还将根据实际需要 组织宣讲队伍 进行跨地区跨学校宣讲 通过宣讲 也能使广大教育工作者 肩服企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神圣使命 和时代责任 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教育工作者的智慧和力量 今天金林省广播电视艺术家协会 组织专题学习会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 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省广电议协部分成员 省丹鼎贺奖获奖代表 省广播电视得益双新获得者代表 省内艺术工作者代表 等三十人参加专题学习 大家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的情况 进行了汇报 并就如何为我省广播电视艺术 创新发展 提供新的方向和动力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 作为第十六届 中国长春电影节 致敬摇篮板块活动之一 二十三号晚 音话声琴 聆听经典晚会 在省图书馆音乐厅举行 我们一次次 名望长江黄河的闭幕 晚会现场 长影意志偏长 老中青少幼 五代同台献议 长影经典影片 英雄儿女 平原游击队 开国大典 辛亥革命 以及长影十四五 开局之年 全新立作 青春作伴好怀香 等作品的配音片段 在舞台上演 平时总是隐身于幕后 用声音与世界交流的 配音演员们 带着对意志配音事业的 满腔热忱走到台前 通过一段段 现场配音表演 尽显精湛技艺 引领观众 徜徉 新中国电影摇篮的光影 溜金岁月 你打他不能不打理你 他是你的部下 幕后的演员 今天全到台上来了 所以说给大家展示一下 幕后人 在舞台上的表演 然后也让观众得知 这个电影配音 后期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虽然说是在幕后工作 但是这个职业是很有魅力的 因为你同样可以在幕后 过一种作为演员的演员 第十六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开幕式晚会 将于今晚19点30分 在吉林卫视播出 本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开幕式立足百年征程的 历史新起点 更续长影红色血脉 整场晚会 融入百年辉煌 电影摇篮 冰雪奥运等多重元素 通过冰上表演 电影人角树 情景演绎 外场互动等 丰富的表演形式 播化长春电影产业未来 彰显吉林电影文化魅力 凝聚中国电影 磅礴力量 近日我省出台 吉林省标准化 十四五发展规划 成为全国首个 省级标准化重点专项规划 规划聚焦 新能源 新汽车 新材料 新农业 新旅游和新电商等发展方向 明确了乡村振兴 制造业提升 生态强省建设等六个方面的 标准化任务 设置了黑土地保护利用 冰雪旅游等九大标准化工程 从近期和远期 定性和定量 国内和国际等多维度 设定标准化发展目标 推动标准化 深度融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在乡村振兴方面 提出标准与品牌联动 将标准元素 融入集字号品牌 在提升制造业标准化水平方面 提出新材料产业标准化 和商用卫星产业标准化 提升我省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首批12项基于商用密码算法的 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标准项目 今天在长春发布 项目由一汽智能网联开发院等单位 共同参与 项目的发布将成为 全面提升智能网联汽车 信息安全等级的有效措施 成为智能网联汽车产品 从运营推广到落地使用的重要保障 发布活动现场 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代表 围绕智能网联汽车 信息安全技术创新合作这一主题 进行深入研讨 为建立智能网联汽车的 中国标准建言宪策 近日中科院东北地理所 与吉林农园农业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以养好用好黑土地 为合作目标 在农安县共同建设 东北黑土地保护与利用 科技创新研究院 并配套建设 智能化失业温室 智能农机装备中心 数字农业展示运营中心 和黑土保护展示推广中心等设施 联合探索 吉林省黑土地保护的新模式 根植于吉林省的 黑土粮仓科技会站 形成用得上 留得下 推得开的 黑土地保护利用技术成果 同时双方将在 高标准农田示范基地 农业数字化生态体系 和现代化农业科学生产模式等领域 展开紧密合作 作为贯通景区景点之间的 交通纽带 高速公路每天输送着 难以计数的游客 极高集团沿着高速 玩冰雪活动目前已启动 旨在让人们在 安全便捷的交通路上 也能感受吉林冰雪魅力 那我刚刚体验的这个项目呢 叫汉地冰湖 那在这里呢 其实还能够看到 这个微缩的雪雾景观 很难想象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吉林高速 辉南的服务区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 北京冬奥会啊 极高集团将冰雪元素 和服务区的打造有效衔接 让过往的私城人员 在休息之余 能够感受到吉林冰雪的魅力 仿真的雪松 迷你的雪屋 甚至就连指示牌 都融入了冰雪元素 置身在这样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不仅能够缓解 长途旅行私城人员的疲劳 还能通过VR互动游戏等项目 感受冰雪带来的快乐体验 当然冰雪主题高速公路服务区 提供的服务内容 还不仅局限于此 沿线的这个滑雪场 还有这个旅游景区 就近的服务区 都设置了这个服务专柜 向广大这个私城朋友 和初来乍道的南方朋友们 介绍我们周边的景区 包括这个酒店 和我们东北当地的特色影视文化 王鹏告诉记者 按照一居一景的设计理念 目前辉南服务区 静语服务区 四平服务区 以及松原服务区 都已经完成冰雪主题改造 其他高速公路服务区 也将在近期以新面貌迎接过往私城旅客 同时为了丰富沿着高速玩冰雪活动的内容 极高集团还针对省内冰雪娱乐景区景点 冰雪运动专业场地 依托高速出行线路和收费口服务区域 设计了吉林省高速公路冰雪地图 这个冰雪地图里面设计到的线路呢 包括长长高速 是长春到长白山的方向 然后长春至松原的方向 还有长春直通话的方向 首先呢 就是像我手中的纸质版 在全省高速公路的 沿线的服务区收费站 我们都有存放 第二个获取的方式呢 就是在我们的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 官方的网站上 获取这个电子版的地图 12月23号 迎冬奥踏冰雪 吉林职工助力冰雪运动活动 在万峰通话滑雪场举行 今年省总工会安排2000万元资金 面向全省工会会员 开展趣味冰雪运动会 冰雪运动知识普及与体验 冰雪联谊等冰雪普会活动 按照区域覆盖 企业自愿 资质健全 信誉良好的原则 将63家滑雪滑冰场 冰雪乐园 温泉 景点 纳入定点服务单位 实行五个轮次 一元抵百元优惠活动 助力吉林冰雪经济发展 12月24号 吉林省情细最可爱的人 2021年 退役军人创业模范企业 支持退役军人 就业模范企业 选述命名发布仪式 在长春举行 今年8月份以来 省退役军人事务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部署开展 退役军人创业模范企业 和支持退役军人就业模范企业选述活动 经广泛发动严格临选 社会公事等环节 选述了17家优秀退役军人创业企业 和支持退役军人就业企业进行发布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将通过政策引导 培训服务等方式 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吸纳退役军人就业 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创造条件提供便利 12月22号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我的家乡公益促进计划在我省启动 该公益计划旨在通过互联网平台 发挥社会力量 筹措资金 开展各类乡村文体扶持活动 解决农民文化生活需求 截至目前 全省累计已有11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战村 通过了公益资金申请 我们选取了教育类 文体类非益类的项目 把这些公益资金具体落实到村里 今天医疗照护保险居家服务在长春市启动 作为全国首批构建医疗养老居家 三位一体保障机制的城市 长春市将生活照料 医疗护理同步纳入保障范围 挂牌成立了25家定点居家服务机构 为首批试点城区4000多户失能家庭 提供医疗报销服务 解决居家护理难 负担大等民生痛点问题 预计为参保人年度减负3500多万元 我们将尽快推进居民照护实现全覆盖 届时将汇聚全市4.4万余个家庭 年减负约10.6亿元 创造6000个就业岗位 第三届吉林好人健康卫视发布活动 将于今晚22时在吉林卫视播出 欢迎收看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12月23号临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12月23号临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